好 新闻开始 最新的焦点立刻带您来聚焦 立法院第八届会期 行政院长江仪化的施政报告 此时日遭到绿营来杯葛 而且绿营扬言 江辉如果不道歉就不要想上台 而且这江辉态度是很强硬强调说 要他道歉是强人所难 目前下午的最新状况 立刻连线主播郑一珍来告诉大家 一珍请说 随时带领官先在立法院的正硬情况 今天下午开会之后 王金平院长依照程序 邀请行政院长江仪化来上台做施政报告 但是没想到 立刻遭到了绿营的立委杯葛 我们来听听稍早在立法院 好 请大家回座好不好 报告并被逐行 现在请行政院江院长报告 好 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 紫州运营的议委呢 都拿着这样一话 藐视国会啊 还有没有道歉就没有上台 这样子的标语呢 那么不断的要求这个行政院长 这样一话是不可以来上台 应该要立刻来道歉 那么在今天呢 国民党的委员呢 也是举着布条 好 像我们看到画面最前面的这个支持江院长一线报告的布条呢 就是国民党的委员 也是同样的来骂战了这个发言台 那么要为江院长来站台来发声 那么今天呢 看样子呢 江仪化呢 是相当的淡定 面对这么多的委员杯葛呢 他今天还是呢 不断的来看他的施政报告 那么同时呢 也是面带微笑 不像呢 上次这个 来到立法院的时候呢 他的表情是相当的严肃 看来呢 今天江仪化也是有备而来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 就是稍早大约在两点多 将近三点的时候呢 那时候王金平立法院长呢 他是邀请了三度的邀请江葵 要上台来做施政报告 因为这是依照程序必须要这样子走 否则议会又要持续空转了 我们现在看到呢 江院长有面带 就是面带稍微有一点微笑 因为他似乎好像已经早就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好 就在呢 委员大约杯葛了将近有五到十分钟呢 立法院长王金平就宣布要进行朝野协商 那么随后呢 这个行政院长江仪化跟副院长毛泽国 他们两个人呢 就布出这个立法院了 那么目前呢 在立法院现在呢 议会持续空转 王金平还是持续在做朝野协商 那么在稍早的时候呢 国民党团也召开了记者会 他们认为呢 民进党不该抓着这个一定要江仪化道歉的这个点呢 一直要向这个议会持续的维持现在这样子的僵局的状况 他们认为呢 国民党认为呢 民进党不该为反对而反对 应该要赶快来解决这个僵局 那么以上是立法院的这一情况 好 非常感谢义贞的连线 看到呢 其实这回江仪的脸色是铁青的离场了 目前来自立院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您